是朋友 也是竞争的伙伴 去实现世界 第一的梦想 在身旁 紧密无间来帮忙 一起去奋斗 一起去成长 不断去击败对手 团结一直不退让 去面对黑暗 零件的挑战 战斗吧 暴龙战叉 变形吧 战破进化 赢的打赛 去粉碎黑暗 把枉龙 我的伙伴 发射落落的力量 一路前行 永远是团 第一届暴龙团队会战 即将举办 为了在大赛夺冠 亲其四人让暴龙们 进化成一种全新的形态 战斗机器人 但有的选手为了取胜 居然用一种黑暗零件来强化暴龙 这些暴龙会因为黑暗零件而暴走 到处破坏城市和伤害人类 为了保护城市 维护大赛公平 亲其四人决定阻止他们 最终新奇他们 能否成功夺冠呢 第28集 黑暗火焰霸王龙 黑暗地狱 什么 我 我现在宣布 大赛终止 请大家冷静下来 有序离开 喂 金 不行啊 新奇 他已经完全进入暴走状态了 那我们要阻止他 战斗装填 进化 第28集 战斗装填 黑暗烈焰冲击 不会让你得逞的 火焰冲击 震爆大地 火花轰炸 爆炼飞战 什么 交给我吧 召唤木桩 不 不是吧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万龙 罗拉 海运 我们一起攻击 看我的 没有效果 黑暗波动 不好了 快逃啊 黑暗烈焰冲击 现在的鸡 完全变了一个人 我们得救他 黑暗地狱 帮帮我 这是 危险 你干嘛在发呆啊 我听到惊的声音 他在救救 帮帮我啊 又来了 快看 是他们的两个梦幻灵件产生了共鸣吗 我觉得是金在叫我 但是 黑暗波动 新奇 上吧 我和甲楼会支援你的 海月 谢谢 看来 新奇已经决定了 但千万不能逞强啊 知道了 放王龙 带我去金面前 一定要把新奇送到金的身边 上吧 甲楼 黑暗地狱 甲楼 破山锤 好厉害 不愧是海月 哼 黑暗分裂 这 这是什么 跟之前的不一样啊 金奇 甲楼 跳起来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该怎么办 啊 甲楼 朝霸王龙脚下使用震暴大地 啊 霸王龙 快跳起来 新奇 之后就交给你了 甲楼 发 发生什么了 甲楼 用这陀螺一口气接近金吧 吃我一招 烈焰龙岩斩 金 我现在就来救你 啊 这里是 是我的内心世界 金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能感觉到你正义的力量 通过梦幻灵剑 正不断流到我的心里来 再过一会儿 我应该就能恢复意识了 梦幻灵剑 和黑暗灵剑 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 你会和像霸王龙一样的暴龙 在一起呢 你说我们要变强 是什么意思 真是的 不要一口气问这么多 首先 黑暗灵剑 是梦幻灵剑的不完全体 使用黑暗灵剑 需要消耗更多精神能量 这就是暴龙会暴走的原因 也就是说这两个灵剑本身是同源 没错 未来的迦勒雷奥会做出黑暗灵剑 而我把它带回这个时代 让冰宁以这作为原型 发明出梦幻灵剑 在未来做出 制造梦幻灵剑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你们变强 否则你们在未来 又会继续输给迦勒雷奥博士 世界会迎来相同的结局 等 等一下 未来 为什么一定要和迦勒雷奥博士战斗啊 迦勒雷奥想要用黑暗灵剑 支配世界 为了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必须战胜它 我曾经在未来和迦勒雷奥战斗过 最后却输了 为了改变历史 我才回到了这个时代 为了今天 我一直在做准备 例如 为了想要加深你们之间的感情 故意做很多讨厌的事情 所以才会一直挑衅我们 南巨龙撞击 你想一直依赖海月他们 帮你动脑吗 你 你 你说什么 信任朋友 不代表什么都依赖朋友 有什么你要多动脑子自己思考 话都说完了 加勒雷奥就交给你了 等一下 我还有好多事情想要问你 你这么了解我们 还有着和霸王龙一样的暴龙 难道 因为我 就是从未来回来的你啊 啊 金 太好了 辛勤你没事吧 真是的 别让我们担心哪 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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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呢 苦啊 你和金一起倒下了 然后暴龙也停止暴走了 不管怎么样 事情都解决了 太好了 没有 还没有解决 加勒雷奥博士他 恭喜 哈哈哈哈 恭喜恭喜 恭喜你们拿到了冠军 看你们这傻样 想必做了挺愉快的梦嘛 是不是觉得美好的生活就要开始了呀 你在说什么呢 多亏你们的大闹特闹 我这边可是收集了很庞大的能量呢 哼 怎 怎么了 啊 历史是不可以改变的 想要抵抗 是会遭到报应的 就像你们现在这样 这 这是暴龙吗 但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 这是什么 金 你就是输给了这个家伙吗 不 不是 我根本没见过这样的暴龙 难道 哈哈哈哈 就像你想改变历史一样 为了守护历史 我也特地从未来赶了过了 那么开始吧 决定人类和暴龙未来的决战 哇 决定人 下棋预告 蛮龙出现 大赛背后的阴谋也浮出水面 加勒雷奥居然想统治世界 于是星奇等人团结一致 带着所有人的希望 跟加勒雷奥展开战斗 他们能不能打败蛮龙呢 请看下棋大赛背后的秘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